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千二再往上呢 是再一个什么这样的基数呢 一千八了 一千八了 一千八 那再往上呢师父 再往上你就见识放就好 好的 百大 一千二的基数就是说你会改变呀 他主要菩萨说你一千二你自己会看到你的命运再改变了呀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你今天又给大家透露 对呀 你不问的话 他们怎么知道啊 就要问的呀 很多东西了 我还有很多东西 我想不出来告诉你们的呀 你一问我就告诉你 哦 明白了 好 谢谢师父 达慈悲开示 上次一个图成节目 你不是叫那个人不是瘦不多了吗 你叫他放生甲鱼四十九 就是四十九只甲鱼一波 这个 请问师父 这个四十放甲鱼的时候 四十九只甲鱼一波有什么样的含义吗 就是这个 您开始的这个 四十九只甲鱼一波的话 实际上就是一个结束呀 四十九就是一个生命的结束呀 这还不懂啊 好 那四十九只甲鱼能缘 一百只甲鱼 没有到恶业的大业的情况下 年收一年 四十九只甲鱼是不是一年半年 可以这样临结吗 师父 应该说在过节呀 帮助你推推你过这个节那样 哦 明白了明白了 比方说你过了这个三十九的这个节 你可能可以活到五十九 那么你这个三十九有时候就延了二十年 但是你四十九岁又是一个节的话 那你就只能延十年 这个道理都一样了 哦 师父 这个四十九的甲鱼就是过 对这个过节是特别 就是这种一种 对对对 他不是繁繁的延寿 他只是帮你过一个节 如果比方说你 你三十九岁过了 你四十一岁又一个节了 你不就是延了两年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师父你这又给大家透露信息了 就是我们在遇到节的时候 放上一波四十九的甲鱼 你就可以过节了 是这样的 对啊 就是过节啊 嗯 那放几波呢 师父这个 你跟那个同修看的图腾式个案是放两波四十九 那你一般的过节是放几波呢 师父这个问题 你要是觉得自己命短生命 生命体非常的脆弱 觉得自己活不长 经常有这种想法的话 哼 你不停的晃晃晃 哈哈哈 明白了明白了 晃晃晃 哈哈哈 要经常晃生 要经常的晃 听得懂吗 哈哈哈 好 明白了 好好好 真的常晃生 那就很好 哈哈哈 虎飯 不差饱了吧 其实